那最好笑的就是这郭王慧 这个传出他们的一番神对话 他们到底是在讲什么呢 这个王金平就问郭台铭说 请示神明之后的结果到底怎么样 那郭台铭就说 关公和妈祖都同意了 然后王金平就问说 神明是有层次的 神明应该还没有决定谁会当选 王金平又知道神明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来 先请教证号 这一番操作到底 郭台铭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蓝意内部炸过的结果 对他有所帮助吗 不是 我先讲 这个 光公跟妈祖都同意 他是一个蓝营的媒体 说传出光公跟妈祖同意郭台铭参选 我很怀疑这记者是有光公跟妈祖 赖还是这样 他怎么知道光公跟妈祖同意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坦白讲 郭跟王都没有出来讲 有或没有这件事情 都是传的 是吧 都是在传的嘛 就是他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说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想要把这个事件不断炒热 不断炒热 不断炒热 现在其实整个国民党的氛围 坦白讲就是郭侯对撞 而且是两颗核弹级的对撞 而且越撞越凶 越撞越凶 对不对 对于郭台铭来说 他当然有很大的困难 他怎么获得国民党现在的谅解 郭台铭要面临的问题 每一个人都说 你当初退党退得这么坚决 你现在怎么回去 你回得去吗 你要怎么样说出 回去先道歉 对 现在大家都这样讲这件事 另外一件事 侯友宜 侯友宜当然我们来讲过很多次 侯友宜对于很多的贫乏认知是 好好做事这件事情他是做不好的 可是问题是有件事情 侯友宜最近有大力多 什么大力多呢 哇旺中集团 忙起来去挺侯友宜 而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力挺侯友宜 你看我特别去整理 哇塞最近就讲说郭台铭负面身量暴增嘛 对不对 到底为什么暴增 我去特别研究一下 都是忠实在骂他 对都忠实在骂他 真的很凶耶 2月16号就昨天一整天 你看一整天14篇文章 毛起来骂 郭台铭在拽什么 郭台铭搅局出力人比较欺误 上次反点这么难看媒体人批郭一再犯错 党内风向已定 然后呢 黄建廷贤命惠郭台铭惹差矣 发现一大篇每一天可以出14篇新闻 更谎论说那个所谓的这个 他们的政论节目啊 或小朋友每天跑起来骂 所以郭台铭负面身量大增 负面身量暴增 而且负面身量暴增到说什么 批郭身量占整理同一样七成 哇这件事情我认为侯友宜是捡到枪了 因为郭台铭很快的 国民党传统吧 棒打出头鸟 郭台铭很快出来的时候 再加上旺中集团开始 哇侯友宜现在坦白讲 风向导向侯友宜哦 可是现在大家聊一件事情 到底这件事情对侯友宜来说 是好还是不好 我坦白讲就我的观点来说 短多长空啊 什么叫短多长空 因为开始有人说 蔡振元啊 红袖柱啊 旺中啊 你看开始围在侯友宜身边 帮他护航的时候 长期来我觉得社会形象不好 长期来社会形象不好 所以我觉得 有蔡振元啊 蔡振元这昨天骂很凶啊 国民党不是公策啊 不能在有需要的时候 冲进去塞泡鸟 还嫌厕所臭 离开的时候还倒吐一口团 这讲得非常很难听 然后那社论写 郭台铭在拽什么 就是一个报纸 社论可以写到这样 很像是那种酸民对骂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短多长空 就是说长期来 我觉得这个大标准下得太好 2020年剧本重演 什么2020年剧本 我想大框架 整个2020年剧本是什么东西 郭台铭还是郭台铭 郭台铭想要选嘛 还是那个霸道总裁 还是那个受访的时候 可能会讲错话的那个郭台铭 郭台铭还是郭台铭 猴友宜哦 原本是韩国瑜小时 现在换成猴友宜 一样对两岸政策是贫乏的 然后呢背后一样有媒体集团 同样的媒体集团 找同一群人 用同样的话术 然后呢做同样的事 来拱同样的人 连口号都像yes I do 所以你看跟2019年 何其相像 就是现在是2023年 那个拱猴的氛围 跟2019年拱韩的氛围 何其相像 然后侯秀柱说什么 哎呀落跑就落跑 不要在乎这么多 跟那时候跟韩国瑜 讲的一模一样 是不是 所以这些事情 包含我在内 包括很多人在内说 哇民进党会不会爽 上这边就躺着要选 这是你那些事 啥事不用办 蓝营乱成一团 乱成一团嘛 然后各方的脚本都进来嘛 各方的事情都进来 嘎成一团嘛 重点来了 现在有个大关键 朱立伦到底是无对意 这就是关键了 如果朱立伦是无对意的话 那我几乎可以断定 2024年国民党不用选了 什么意思呢 如果朱立伦又像 那时候无对意讲说 我拉个侯友宜来卡郭台平 拉个郭台平来卡侯友宜 我认为 到时候已经核弹对炸 一定爆炸 这来郭台平的角度 我就让你最后提名 侯友宜好了 扣起我做民调 郭台平跟柯文哲合作的时候 最强对不对 无党级参选 无党级参选 然后柯文哲挺的话 所以你觉得郭台平这一番操作 白忙一场吗 还是说把他逼得最后是无党参选 郭台平这个东西 他很清楚 他就丢纸球 他也不想跟你啰里巴说嘛 我再等到办法 办法拿出来我们再谈嘛 对 姿态很高就对了 对找王金平嘛 王院长现在挺我嘛 对不对 然后你要不要的话 我可以配合啊 对不对 这郭台平的态度嘛 那如果最后不是他的话 他手上的另外一台是柯文哲啊 学姐已经把底牌说出来嘛 他可以当副手 柯文哲讲的嘛 所以郭台平的筹码还是不少 他当然有筹码 他当然有筹码 这当然有筹码 而且他最大的筹码是什么 老子不选嘛 老子不选 我去当我的有钱人 然后去资助几个骂你的嘛 这也可以啊 但如果出来选 又可能搅得蓝营一团乱 对 这就是现在的整个大框架嘛 那问题是蓝营乱或不乱 那是端看朱立伦 朱立伦坦白讲 党主席在这时候不介入 什么时候要介入 党主席本来就在这个时候 我就最简单的 一个选区有两个强的要选 这时候党要不要介入 对 要吧 那朱立伦要怎么处理 那朱立伦如果 他自己有实习 他就不会处理嘛 他就让两边一直打打打打打 无限开火嘛 开火到烂 然后朱立伦说 那不然小弟我来出选 不是要吗 修食残局 对啊 上次无敦一 就是决本打这个主意嘛 对不对 那如果朱立伦无私的话 那就赶快公布办法 对不对 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对 郭台铭有资格 会没资格一句话嘛 对 那郭台铭如果有资格 回到国民党 那你的初选办法是什么嘛 那朱立伦要不要让 郭台铭回来 照这个态势 我坦白讲 我的很多国民党的朋友 他都再三给我保证 朱立伦无私无我 绝对不会介入 因为他心念想念的 这个非律大联盟 他要当吴伯雄 那时候顶空 马英就出来 最强的出来 吴敦毅啊 一点都不像吴伯雄 我怎么看都像吴敦毅 不然为什么会有 云林的议长说 你最厉害 对 还有屏东的 屏东的议长说 你最厉害 对 我希望我看错 我希望我看错 我毕竟是国民党出来的嘛 对 我不希望重演 2020年剧本嘛 我毕竟是2020年 这个死状最惨烈的 配角之一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真的觉得说 现在国民党 2024年有非常深 2020年的济世感 就好像历史要重演一样 但是唯一一个可以让历史 比较重演的人叫做朱立伦 是 我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情 是 那现在我讲最后一句话 现在开始有人说 要拖到七月嘛 等等 那这件事情 我觉得坦白讲 如果拖到七月 国民党真的完蛋 是